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班匹克环节 哦 果然 非常尊重对方的中单 先搬掉了新德拉 还有一个常规的班位是沙皇 真的很想看到romantic这边拿出一团他擅长的新德拉 这边搬掉了西威尔 还剩一个班位要不要搬利桑卓 如果其实他先搬先选 他未必要先搬利桑卓 他也可以自己拿 果然帮掉了Mail这边最上场的盲森 我今天早上看了这边胜率显示西威尔的胜率也是百分之百哦 搬了三次 十三次选中 西威尔确实很适合现在当前的游戏版本 有点夸张哦 他大招确实太厉害了 而且推线也厉害 很需要这样的英雄出现在职业的比赛里面 对 我之前解说德玛西阿贝就有一场是西威尔速推 十分钟经济超 就是超过对面一万块钱 就是三路塔外塔全破 然后那场比赛二十投了 好 现在也是榜本强势的这个上单 纳尔留着 那么丽桑卓是要留给EPA了吗 我前面我在下面就是听你们比赛的时候 他们QG就坐我旁边 然后就在听他们 听他们在那边讨论战术 然后就说了一选纳尔 对 上单纳尔确实非邦即选 如愿以偿拿到了纳尔 但他好像说是搬丽桑卓拿纳尔我当时听的是 但是没有搬 那丽桑卓果然EPA这边的上单肯定是要抢丽桑卓 就看看会不会让他们后悔啊 对 哎哎淘气了要淘气了 哎小丑有本事就锁 这么淘气 好锁了皇子应该是要锁皇子 那本来这边EPA的打野最喜欢的是瞎子 没有瞎子的话那就只能 哎不要皇子要妖姬中单的妖姬 哎一般中单位不是应该是留来最后counter用的吗 那妖姬也是现在版本强势的 也是可以先拿一下 可能也是想抢一下 对 不过把风女让给对面 哎 反正也是一边抢一个吧 风女跟皇子确实蛮 蛮不错的两个英雄 这样让过来的话 也只能说是EPA对自己的这个中单妖姬 以及上单利桑卓的体系非常的熟练 对 说明也是对这两名选手非常有信心 对 自信也是一种气质啊 是的 好Q剧锁了皇子和辅助的风女 那看看EPA这边再要选些什么英雄 关键看看打野 你把打野皇子给让他 他还有狮子狗 就选狮子狗 但是好像这个狮子狗 他用的频率不是很多啊 我感觉 看一下选一个飞机 那他之前那五盘比赛里面用了什么打野呢 瞎子用的最多呀 就瞎子吗 瞎子没有的话用什么 皇子呀 啊哈哈就这两个 对 我这边显示他是墙上有狮子狗的 就是之前的资料显示 嗯 看一下小炮选 一般韩国选手狮子狗确实都玩得挺溜的 对 一般来说虾子黄子还有狮子狗这三个英雄是避讳的作为职业选手来说 对 还有螳螂这四个英雄 好这边选了布隆 布隆加小炮 嗯 那这个组合可能前期会比较难受吧 对稍微弱势一些 哇哦 不愁之毛吗 那么哭炫那么哭炫 这个鼠标要飞起来啊 选这个英雄 选这个英雄认谁呢 那儿了 哈哈哈哈 那那那他下路对前期就不不放大招是吗 换路啊 辅助继续游走啊 哦 锁了飞机 那看看哎 泽拉斯啊 泽拉斯这个中单也是超级恶心啊 对的 刚才那盘也是我们看到泽拉斯的出场 对 除非是用杰斯去反手 克制你的泽拉斯 那现在他又已经中单选掉了 那就看看最后一选 打野选什么英雄 蜘蛛很少见了 现在 哎 这个夫女带了一个什么召唤师技能啊 进化吗 是吗 他是要跟 一会儿跟那个泽拉斯换的 哦 泽拉斯带了一个 这是回蓝吗 不是 应该是进化吧 现在忘了新图标 我有点不认识 回蓝是更蓝色的一个图标 哦 这边呢 就是锁定了是蜘蛛 蜘蛛打野啊 真的好少见哦 那么 EPA这边可能就有点脆了 嗯 前期要看一下 好 马上进入比赛的画面 嗯 好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2015英雄联盟甲集联赛 现在是由QG对阵EPA的一场比赛 我是解说小新 我是苦笑 嗯 那么这场蓝色方式QG红色方式EPA 那看一下这场双方的下路好像打得都比较怂啊 先看一下会不会有换线的可能 双方下路带的都是虚弱都不是点燃 一般来说像前几场比赛他们的下路带一个点燃 那真的会打得很凶 嗯 那现在双方都是一个偏稳健的辅助 那带的都是一个虚弱 那可能这场来说下路爆发人头 前期爆发人头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对目前看他们排出的又是一个这个糖葫芦站位 就是各手一个比赛暂停了一下 在这个时候比赛暂停 有想法 有想法 可能也是第一场比赛 然后可能机子需要调试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这个阵容 你觉得这两边阵容的话 哪边你觉得更好一些 我感觉双方的阵容都算是比较稳健 那相对于EPA这边的话 可能他这边的打野蜘蛛在前中期会稍微吃一点阵容 需要队友的帮助 因为毕竟蜘蛛在前期他的技能对于打团战 可能会稍微小一点 因为他在打小规模以及抓人的时候还可以 对 因为他到六级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质的飞跃 不像皇子 到六级还有一个大招可以切个战场 所以要看中期团的那一波 EPA这边能不能度过他自己这边的一个弱势期 对而且我是感觉好像QC这边的阵容 就是更理想化一点 就更适合打团 你看纳尔皇子 就是又都是又肉然后又有输出 然后泽拉斯又是一个大炮台又有AOE伤害 然后飞机也是有poke能力 泽拉斯也是有poke能力 相反的EPA这边可能是要妖姬跟蜘蛛 可能是前期要多游走 然后打一些小的团战 然后把雪球慢慢滚起来这样 当自己的上单利桑卓装备起来以后 他们的战容就可怕了 对然后可能通过传送 然后在小龙团那边打一些小团战之类 因为纳尔这个英雄你说他要打团厉害 毕竟他是有局限性的 他必须大招推得好 他才可以 但是利桑卓我进去开大就开大 我开W就开W 我肯定实打实地可以打到人 所以我感觉后期的容错率来说 可能EPA这边会更好一点 容错率比较低是吗 对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选手这边 可能还要再调试一下机器 其实感觉这种感觉 就是已经进了比赛了 但是突然让我停下来出了一点问题 这种感觉不太舒服是不是 就是就像我们自己在打牌位或者是打大乱斗的时候 已经要进去了突然来一个人秒掉我们要重新牌 这种感觉有一点点小沮丧 是 不过可能也是可能一些那个快捷施法啊 或者是觉得哪里放个键的会有点卡 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吧 对 选手是来比赛一定要带自己的键盘跟自己的鼠标的 嗯 对 不是听说还有一个选手 还要比赛还要带尺子吗 带尺子干嘛 他要量一下就是自己跟键盘的距离有多远 然后自己跟鼠标距离有多远 然后看是不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位置 这个确实很重要很重要 包括我自己 我在家玩的时候我可以玩得很好 但是我跟朋友出网吧的时候 对 出网吧真的是不一样 那个鼠标我简直转移变成塑料组 我连谁都打不过 连补刀都累 出网吧你就算是换成你自己的鼠标键盘 你都要适应个集团 对 可想而知他们就在 还有屏幕的分辨率有一定有问题 对对对对 我家里面以前我用笔记本玩笑屏幕 一到晚吧我这个头要抬起来玩 还好后面我换成台式机也适应 对啊可想而知就是比赛也是非常考验 我们选手的一个适应的能力 没错 跟现场的一个抗压能力 对 而且现在我们现场的布置灯光那么的酷炫啊 不知道对选手的心态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会有影响的 就像我们解说的时候前面两盏大灯照着你 其实也是会有点影响 对不过这两盏灯我很喜欢 今天把我照的比较瘦 我终于不是实力解说了 我是偶像解说 你可以实力跟我唱兼具吗 请有点要求好吗 我没有实力没有没有 哎那我们这边好像游戏已经可以进行了 那看一下还是回到刚才的位置 双方都是在河道做出了一些视野 比较和平 嗯这边小炮回家了小炮主动 哎我是不是声音太大了 我不该告诉对面 哈哈没有关系 他们的时间都会比我们快一点 我们看到的是延迟 啊真的吗 对好紧张 因为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一次情况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边现场解释了麦 就是选手能听得见的 然后结果就是影响到了一集团了 因为有一些眼位 我们上帝视角是能看得见的 然后结果暴露给对方了 然后就导致这一集团失败 我们今天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画面是延迟30秒的 所以说他们那边先喊起来 过几秒钟我们就知道哪里会开团 好吧 他们会喊nice是nice 真怕影响到选手们 那么我们现在果然是我当初想的 就是小炮加布隆的组合 皮软 前期真的比较难打 对 就有可能真的是要主动换线 主动先做换线 但是这边QG好像完全没有料到 他们会主动换线 也没有去抓这个换线 而且这个换线很硬哦 现在草丛蹲一波 不等你上当路头 我不出来补刀 但是那也是有所察觉 但是QG这边已经点了下路没人了 根本不上线 回来跟你吃野怪经验 嗯 这很OK 那这样子的话一点都不被动 又不会漏刀 这样子的话他把野怪经验吃一下 到时候二级传送回线上 正好一波冰推过来 嗯 这边中路责拉斯已经被妖际消耗掉了半管血量了 对 而且他这边 他这边是多兰界出门 中路双方都打得有点凶啊 都是带着多兰界出门 他们没有带水晶瓶出门 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妖姬的点燃 那泽拉斯这边带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进化了吧 还是情有可疑 因为泽拉斯不会去带点燃的 手太长了嘛 他要么带一个虚弱 要么带一个医疗 要么带一个进化 但是目前比赛中真的比较少见到进化 不像以前那个SR3或者SE那个年代啊 对 就是ADC必须带进化 有没有 对 还记得吗 确实 因为之后屏障改了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ADC开始去带屏障 然后又带加水 对 然后医疗改了以后 ADC应该又带加水 因为加水的话可以加移动速度 对 要看一下QG这边也是把自己的辅助疯女 调到了上路来陪自己的那儿 嗯 那这样子飞机就爽的飞起啊 他这个飞机不要太舒服 但是这边布隆也是回家了 那看一下小炮这边一波兵线推进去 是让自己的上单去下路呢 还是让自己小炮也调回下路 你要看一看小炮这边换个世界 小炮好像是不想回家 那应该是要让利桑佐跟布隆一起去下路吗 应该是啊 利桑佐往下路走 哎布隆还是要来上路啊 继续换线换到底哦 嗯 可能是要去干客吗 这个布隆 走了一波又落了回来 现在到达二级 双方的辅助也是一直在选择游走 这就是叫调度 对 对 还没有确定出来自己要到底去哪里 这也是一个对战场局势 这种风云莫测的一种捕捉 看哪里出了事情我就去哪里 这边 哇直接开龙 这边直接开龙啊 直接开龙 但是下面两个人在哦 两个人在小心点哦 怎么样怎么样 哇这边是想先刷风女闪现 风女闪现 现在只有一级 对面的人都已经刷二级 那估计是难了 哇这边留住了 好交出一血 对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布隆先到了二级啊 你风女只有一级啊 这个呢 也是抓到了一波实际 而且对面的留人技能有点多 你只要中了一个 第二个就会接踵而来 对 布隆在小窗战的时候还蛮厉害的 但是这样也蛮好的 就是你阻止了对面打小龙 但你交了一血啊 不舒服啊 心情不好啊 看看对面还会不会有想法 继续打这个小龙 好像 看看利桑卓双方的上单补刀 可能会有一点差距啊 利桑卓这几波 稍微被纳尔拉开了一些差距 那一会儿要慢慢的补起来了 嗯 利桑卓是因为上线晚了 对 不过等级没有落后 落后了一点点 这个倒还好 那个看这个飞机好嚣张啊 越过兵线来 你不许补刀 对我前面前面说的这个艾瑟嘉宇 不许补刀不许补刀 比较激进的ADC 他很难受啊 再往后走 我的心在滴血 你让我好好发育好不好 布隆又在游走 真是伤脑筋 我觉得布隆要不然就制约过来算了 但是利桑卓 他那个补塔兵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在前期来说 未必 未必 因为前期来说他手很短 对 你前期你如果接触不到兵线 这些兵都是 哇这波消耗了好 对这波妖技是直接被打出了分身 对 泽拉斯还是一个满血状态 不让回家 而且是肉级 对 他是大招已经放过的 五级看错了眼花了 对 屏幕离我们有点远 对打的确实蛮不错的 而利桑卓为什么说他补刀呢 因为他手短 你前期摸不到兵的话 你兵要么打成残血 要么就是一点都不动 放进塔下我可能好补 但是你前期摸不到兵 你没有办法自主的去掌控这些兵 对 一个满血的兵你过来进战兵 塔A两下我A一下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让我摸到他 他被打成三分之道的血 我怎么办呢 他A一下我A一下也A不死 这样的话我会丢很多兵的 但是他有三个技能 AOE技能对吧 都是那个就是打输出的技能 就稍微还好扣一些 但前期的话他可能 可能会伤害不是很够 对 好看一下 这边波龙是来到了下路 被压制的不太舒服 普刀也是慢慢的在弥补 那上路的话 娜尔对小炮双方都是一个远程 那等于是AD打AD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压力 嗯 真的立桑卓这边压力有点不舒服了 布隆还是要去抓人 哇被飞机点得很难过 你看布隆他们点了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没有人的 他们过来做了一个视野 要三人侵入野区 三人侵入野区 QG没有发现 没有视野 来蹲 来蹲 但是这边有视野 这边有视野 他们是想蹲皇子 本来在那个草丛蹲一下就算了 那个地方没有视野 你往前走了一步就暴露了 就 那皇子也没有过来 也是无功而返 那现在就可以看出来了 就是要让自己的 那个一配 就是让自己的辅助 无限的去游走 那让我们的上单 自己在下路的放养发育 我觉得这个跟他们之前的战术 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太一样是吧 对 因为之前可能会比较更重视上单 你知道 对 本来是一个上野 上单 核心的 野区 对 跟打野的一个捆绑 但是这波我感觉他们是把重心放在了 让自己的AD这边发育完善 宁愿牺牲上单的一点发育 不知道是不是在最近的几天做了一些战术调整 对 有可能 有可能是那个被换线了一下子没有掌握到节奏 对 他现在开大招 开大招抢 没抢到 妖精拿到狼巴斧 这个 你看这个发育有点补不回来 到现在还是落后20多个补刀啊 我觉得这有点 主要是那耳子上路太舒服了 对太舒服了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浪费了 你布隆去游走 又没有游出什么结果来 然后让自己的上单损失这么多的补刀 但是你布隆在下面 我感觉也帮不到多少忙 嗯 然后再看看中单 就是面对风女跟飞机的话 对 你再看看中单的补刀 嗯 也是被压制了20个 这个就有点伤脑筋了 对不对 好捆住 打一套 W回来 毕竟泽拉斯是一个就是线霸嘛 对 长手英雄 早知道就不要这么早选妖姬 对不对 泽拉斯还在外面的时候 你让对面先选一个泽拉斯 你选一个杰斯 像上盘那样子 不是好好的 这可能还是选手对自己比较自信 这是一个搬选上面的一个战术的对弈 是的 其实像我自己打排位 我特别讨厌一楼 因为我喜欢玩中单 但我不想第一个选中单 我很怕被对面客 对 对 其实打排位的话没有像这边针对你 打排位教你一个英雄 嗯 马尔扎哈 中单万年不崩 你只要主意就可以了 一波冰逸过去 一点都不会损失 很安全 我玩发条也还好啊 对 发条也是非常万金的 刷冰英雄 就很多很多人还是 就是对自己熟悉的英雄 有自信就是会这样 就觉得我面对谁都不怕 没有关系 对 那现在游戏时间快要进行到10分钟 也只是爆发了一个人头而已 双方来说还算是比较的稳健 都比较和平 那再看看经济方面 那布隆这边因为刚才拿到了一个助攻 啊 经济方面是领先了200块钱 呃 不不大200 100多块钱 但是这100多块钱 我们决定了很多东西啊 决定他先出了一个大水晶 大水晶啊 看到没有 但是 疯女这边是什么都没有买 他刚才是没有做视野是吗 直接买出了一个眼石 那这边我感觉 呃 布隆这边就有点亏了 他前面把视野做了很多 都是用钱去买 对 然后疯女 就算死了一次 我不做视野 但是我把这件存下来了 那我之后做这个眼石 那我就很舒服 这也是一个辅助 辅助真的在前期就是用自己的经济去赌命 是的 哇我们看到这个EPA这边三 三本增幅法典 哈哈 对 那看来这边蜘蛛他也是要先做一些输出装 嗯 要把那个打野刀给附魔上去 嗯 SWIFT这边好嚣张啊 直接从中路你妖姬的面前走过来 告诉你我打野就在这边 感觉也是有点小嘲讽的意味 这边中路拼的还是比较狠的 但是好像双方打野都没有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中路的 对 一般来说打野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是不是 但是刚才皇子从你面前走过去 真的有点太嚣张了一点 是不是在吸引你 你过来过来 我就在附近 果然像皇子刚才在附近 多了一会儿 发现没什么机会 再次离开 泽拉斯在中路真的有点无情了 现在 妖姬娜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 而且让她泽拉斯拿到一个蓝包 直接就是老米 他选泽拉斯应该也就是说 就是想要轻她的蟹 让她没有机会去游走gank 对 这波大招不知道是打哪里 他大招是放哪里去了 打的蜘蛛了吗 他想想想抢F4吗 对估计是打蜘蛛 F4这边有一个有一个眼 对应该是想抢一下F4吧 看一下娜尔这边的发育 你看这个补刀已经拉开 拉开40个了 刚才前面只有20个对不对 瞬间拉开40个补刀差距 在上当这边就已经落后两个人头 无形之间就落后两个人头 这多伤脑筋 好直接开龙 这边开龙 直接开龙 但是这是有视野的 有视野 开龙 但是打野在很远的地方 蜘蛛太远了 妖姬也太远了 这波时机抓的蛮好的 但是打的不快 看一下 这边而且很伤 暮龙现在没有6级 没有任何的办法 还没有办法 这个应该是可以打掉 应该是可以打掉 但是这边有7级 你敢上吗 我拿到 直接拿到 感觉在前11分钟的时候 还好及时交了闪现 对 很果断的一个闪现 被带到了上面 忽然就要被留住了 对 感觉在前11分钟 在12分前12分钟 都看不出来 EPA这边有什么想法 唯一的亮点 就是让我看得出来 他们想让自己的AD和平发育 对不对 但这个牺牲有点太大了 你小龙丢了 然后补刀又落后那么多 你现在整体的经济 已经落后了1000 是吧 你这个人头只是丢了一个 但是你的经济 已经落后了1000 这个就莫名其妙了 因为补刀的问题 落后了经济 这个太伤了 这个对啊 这个我们可以再看看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可能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是我们没有理解到的 那就看看他们值不值得 能把这个小炮给扶起来 对 那就OK 你看小炮现在身上一把多蓝剑 双方飞机也是 双方的AD发育得太爽了 应该都是 都是憋大剑回家 直接暴风大剑出门 出门到现在就没有想要回家 都是往十里发育啊 连那瓶血都没有喝 不要太幸福 这个药剂干嘛 但是小炮的补兵还是比 稍微落后一点于飞机 这边现在是三个人想要抓上 不和平 不给你和平 但是这边有个眼是看到的 这小炮已经知道他们来了 来看一下 小炮这边也是发育太久了 皇子这个距离 小炮知道他们来了 还敢往这边走吗 小炮这个距离 小炮有个W还好 看一下 已经很近了 已经很近了 我一直在勾引你 来打我 但是这边是没有怒气的 好舒服啊 这个小炮发育的 真是舒服 吸引了三个人的注意力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但是却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对 这就是他最喜欢看到的事情 作为一个被抓的选手 那么现在皇子就很惨了 就是到现在卡举13分钟 他还没有任何的 游走干壳的成功 对 好歹蜘蛛是拿到一个人头 蜘蛛已经把带刀给附魔好了 皇子这边的那个残暴 还没有附魔出来 发育稍微落后了 蜘蛛一点 嗯 而且皇子这边 出的是那个 徐灵者的利器 并没有选择出 冰霜承剑的那样 那个打野装 也是想刷起来可能 刷起来 刷起来 哇 好我们后面的选手已经开始 反而起来估计 直接轰死 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 非常nice 三个人都还在绣云之中 就已经倒下 对 就无力挣扎 对 那么现在看中路这个塔是否可以被带掉 起码可以打掉很多的血哦 这波感觉 EPA这边也是太不小心了一点 莫名其妙跑到对方也去看什么 是不是 好中路的塔也是被推掉 现在经济已经拉开了3000的差距 哇我这边差一点啊 上单已经被拉开将近50个补刀了 这个伤脑金啊 要 辛辛苦苦做了一本鬼书出来 纳尔这边已经做出了女药 迪晓卓现在非常的脆啊 他只有一本鬼书在手 他并没有选择先做时光 对 也没有先出一个看探者的互币 在接下来的15分钟时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回放 好传送过来 传送过来 传送了一个大纳尔 哇直接 闪现大招 我晕住 哇 简直不给我们解说的机会 对不对 这个速度简直快的飞起 这一波配合真的是非常完美 来 这波残血 那皇子的位置非常危险 直接开出大招 捞住 妖极跟上 一技能双柱 会被死 布隆开出大招 大招还是没有救活 好 收掉人头 皇子这波也是太浪了一点 怎么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啊 好看一下还在继续追 风率非常危险 哇塞 这波打得好 这波反打 也是让一杯找回了一些颜面 但是下了路飞机这边在推二塔 对而且飞机还拿到了一个狼buff啊 那这波飞机发育的很舒服 这波下塔应该是可以被带走的 因为刚好来了一波冰 对 飞机刚才那波虽然说是 泽拉斯的大招输出了很多 但是人头却被飞机跟那儿拿走了 这两个人头收得超级舒服 对 但是人头在 因为 QC这边本来也是靠下 可能比较靠下路为核心的一个战队吧 我觉得拿到飞机头上也是很不错的 对 他这波已经有三项了 再回家的话 又要抢 这边各种游言 这好惨啊 太不给颜面了 这蜘蛛怒了 果断把你这个眼点掉了 已经两次要抢他的F4 也是伤脑机 感觉这旁子拉斯虽然说没有拿到人头 但是确实在线上压制很凶嘛 你看这个补刀 而且刷兵非常多 16分钟哦 166个刀 已经拉开了50个补刀了 50个补刀 这基本上是没有漏兵啊 这个补刀数 你看这边 两个半人头 然后上路那边又是两个人头 对不对 这已经是拉开四个半人头差距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人头是3比3 实际上应该已经是7比3或者是8比3 对 好在双方AD的补刀还算是比较和平 不过小炮 小炮这边的装备比飞机整整差了一个大剑呢 差了一个爆红大剑 这样的话下波团战估计会非常难打 而且已经半分钟就要刷新小龙 那下波团战 EPA这边一定要把视野先做好 不然的话肯定是必败无疑 对 不知道小炮身上还有多少钱 那奈尔现在 哇奈尔是直接出了女妖啊 对选择先出女妖好像比较少见 对 这也是自己 哇他无限堆魔抗 不过对面确实三个AP输出的英雄 对 这样的话奈尔真的前期发育好的话 非常无情的 好EPA也是果然先开始来做视野 还有六秒钟小龙就要刷新 那看一下立桑卓这波是没有传送的 立桑卓推王这波兵线往下走 奈尔也是没有传送 看看奈尔是王这波兵线 会不会来得及赶到小龙的地方 嗯对 这边已经开始在做小龙视野了 不过EPA不要了吗 这边直接打了 EPA不要龙了吗 这什么意思 把视野做得辛辛苦苦 然后让给对方 EPA是知道这个小龙时间的 估计也是 我刚才 我刚才那波 是不是说了一句话 如果下一波小龙的话 就这个 装备差距 你觉得AD装备差距太大 打不过是吗 估计要打团的话 必败无疑 虽然说他们把视野是做好了 但是还是非常稳健的 选择不打团 是的 非常理性的选择 毕竟第二条小龙 还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 可能从第三条开始 要重视 才需要用命去争抢 确实 那我觉得这个 你说上单跟中单的补刀 受了这么大的限制 而且你自己的狼buff 还被对方抢 下路的兵线又已经推到了二塔 真的 这边局势完全是在被QG带动啊 对 EPA这边太被动了 我真的没有看出来 他们到底想干嘛 这场比赛 直接被推掉了二塔 然后狼buff也落入了 对方的手中怎么办 那必须要有一些对策了 对不对 而且也是他们主动换圈的呀 对 想要让自己的小炮发育起来 然而却没有发育起来 没有拿到人头 就拿到一个助攻 现在这个装备可以说惨不忍睹啊 就一个无尽 我怎么打怎么打团战现在 在飞机面前 本身前期小炮就比较比较 哇这个伤害 这一跳 还好躲过了 真是哭炫 真是哭炫 感觉这个折拉斯选手也是比较老道对不对 看他带着召唤式技能 说明真的他对这个英雄有研究 是的 确实有研究 你平常会玩折拉斯吗 我在他改版 就改版之前我会玩 那改版之后我就没有怎么再玩过了 啊可以去摸一下那个大招 比较有意思啊 不过好像有看到折拉斯用他这个进化吗 啊 这场比赛 没有人接近他我感觉 对啊 也就是因为自 这个自信嘛 自信我不需要带其他技能 我就可以弄死你 那我再带一个保护性技能 我就干你们更活不了 嗯 那么这边已经开始在做视野准备推上路塔 可能 上塔这边支援不及时哦 过不去哦 如果QG想推的话是可以推掉 就看QG想没有推啊 已经推掉了 太被动了 一批这盘 啊视野这边也是已经被QG侵入了 不管是红区还是蓝区 你看 都是蓝色方的眼 对亮堂堂 简直是在打名牌 这个怎么办 而且这些眼位都插得很刁砖 他那些真眼都探测不到 都探测不到 对 也是那时候S4的时候 感觉S4的比赛上面 嗯 这些眼位还没有这么刁砖 嗯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很多 出了一些战队 出了一些很刁砖的眼位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在眼里 是的 其他的战队才开始慢慢的把这些刁砖眼位都给他摸索出来 哎现在EPA这边只能早期会发育啊 因为野区都完全被控制了 现在又不太敢带太深入 对 而且像我前面说的中期的时候 这个蜘蛛没有大招 对吧 他对团战没有作用 本来就是他一个劣势器 是 就是他这个蜘蛛选出来 就是在前期抓人 抓人上面 没有没有看到他 没有看到他抓的 鲁莫的凶 然后他现在的装备就是 要输出没什么输出 你要肉又肉不死来 对 就有一点 尴尬 对 只能慢慢拖 拖到利桑卓做出沙漏 对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现在利桑卓也是比较脆 就是整一个阵容都比较脆 对 但是QG这边整一个输出又都很高 你泽拉斯跟飞机的输出都很爆炸 对 现在是不仅脆 而且还缺LE 是的 你看蜘蛛有什么LE 对啊 你利桑卓你进去就死 对吧 是啊你腰肌你只能靠W去踩 对 对 然后 真的很上当 而反观QG这边 这个纳尔这个大招 是不是 皇子这个1Q加上大招 折拉斯这个大招 再加上飞机的大招 对 我呼你脸我都不用跟你打 你就已经是残血 是的 就像上一场比赛 我跟大鱼结束那场 基本上第二场没有爆发什么人头 就结束了 就是因为 对面那个 对 那个杰斯无情的EQ 到最后杰斯是MVP 但是他只有四个人头 就是因为根本打不起团 我团战前让你残血 让你回去 然后我推塔 有来如此 这确实真的是一个推塔的游戏 嗯 特别是现在就是这个大龙改版之后 又针对这个小兵增强 又帮助推塔 就更加让这个游戏 就是以推塔进行到底 对 兵线是最重要的 推塔 推兵 是啊 我之前星期一那场得马下杯也是 就是真的就推塔胜利啊 我十分钟一万的经济差距 你有见过吗 好像七分钟就已经八九千了 十分钟已经一万多了 那么酷炫 对啊 就是轮子妈 就是轮子妈跟那个 就是轮子妈推塔 无限推上中下 难怪这场轮子妈被放了 感觉这场EPA真的想要到他们的辉煌期 真的起码才得等一个十五分钟 不知道能不能撑得过十五分钟 QG现在应该是要 我觉得应该要找机会跟他们打一下团 对虽然说EPA现在他劣势 但是QG这边节奏慢你没发现 发现他可能还要再等下一条小龙 啊半分钟 感觉QG这边节奏也是 对并没有打得很紧凑 就是也是比较稳 对你这样子的话 等于让EPA慢慢的喘气 对于QG来说并不是好事 是啊 因为我刚刚前面说 这个职业战队他们有一个专业的素养 就是拖节奏 我一一分我就拖 对这是他们要练的 怎么学会去拖节奏 把节奏拖到我等我不逆分 那看一下下面这条小龙 那开始先抢视野 但是你现在 你还是无限的被QG这边就是抢buff啊 然后那个争夺野区 那你也很难受啊 对 看一下这个蓝buff QG这边就站你脸上来打 要不要开团 肯定他们肯定是要抢这个buff的 他们就是想打嘛 还是被QG抢了呀 对被QG抢到 那么QG现在 第三条小龙 EPA这边也不要 没法要不敢要 是的我们刚才 刚才我们后面应该做的是QG的人 说别打别打 对 所以我感觉EPA在这场的阵容选择上面 有一点太冒险了 对 上当OK 中当OK 但是你这个打野位 你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出来 是的 我怎么开团 对打野应该要选一个更肉一点 或者是更对团队有 对强开团 起码你强开团OK一点 对的 对 想到金牙只能拖 继续拖 也看QG这边 QG这边感觉 并不是很激进啊 我觉得这时候他们优势有这么大 赶快激进了给他推过去 他们可能自己在游戏当中 不觉得有这么大优势 可能就觉得我慢慢的 我带你线 我推你塔 我抢你也去资源 你怎么样 都是我这边选球越滚越大 毕竟现在人头只有3比3 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经济差距 嗯 那已经有什么5000多了 快6000的经济差距了 对不对 嗯 但是在25分钟 其实可以接受啦 对 主要就是还是差在阵容方面 我觉得 对 不过这边利桑卓的沙漏 已经快要做好了 对还差 再一次回家 估计要做就要做好 这就是QG的实测呀 他现在我觉得 起码要把中路的二塔 或者上路的二塔 给拔掉一个 你把对方的 把EPA的红趋势 也做量子后 你们把中路兵线推过去 然后中转上 或者怎么样 起码给他拔掉一个二塔 我觉得这是他们可以做的 是我也觉得 那现在来说 其实小炮这里 补发羽的能力还算不错 现在双方的AD 都是一个两件套 再加上一个二级鞋子 小炮这边 并没有落后飞机 对 但是你说这个阵容 要靠小炮 我觉得不合适 因为最近的比赛 只要打起团来 都是双方ADC先死 然后其他的英雄 我们接下来互相近战的扣脚大汉 互相的殴打 但是你这个游戏拖到后期的话 小炮的作用 应该比飞机大的 会比飞机大的 对 因为小炮设成很远 现在是抢完你蓝 再抢你红 然后一佩这边还是 还能忍哦 他们还不发脾气哦 默默地目送红buff的离去 看着他那落寞的背影 是的 这边上路的兵线 也是已经带到了上塔 对 带到上塔之后 我去推一下吗 带到上塔之后 赶快来中路推二塔 赶快来中路推二塔 要么就中转上 要么就上转中 看一下能不能抓住一个机会 看这波 一佩这边人不起 赶快来A塔 一佩人不起 哇 这波实际抓得不错 把塔A掉了不少的水 再来几波的话 一佩就吃不消 对 就吃不消了 因为这边现在是肆意分推 也是让利桑卓被逼 是要去上路首线 对 然后纳尔继续再上路带线 你有什么办法 根本现在 你看这个纳尔这个装备啊 小魔刀再加上一个女妖 真的打不动他的 他想他打人又有伤害 好 现在中路二塔终于被拔掉 确实是应该这样做 对 这样就很明知了 对 现在又点往上路的二塔 中转上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讨论了 对不对 如我们所预料的进行中 好 看一下 赶快推 赶快推 这波应该就不能推太多了 因为兵线不是很足 那这波的话 这个兵线 中路的兵线已经到了 对方的高地塔下 可以再等一波 一片这波兵线倒不是很吃紧 没有必要分兵过去 如果分兵过去 下一波兵线过来 来不及回到上路二塔的话 估计上路二塔又要被打掉半血 中路这波兵线自己的兵线出来 没有必要过去守 但是这边立桑卓要回家了呀 已经半血没有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为什么要 这个塔要让了 真的没有必要 刚才中路那波兵 你看人家一下就抓住机会 把你的二塔给你拔掉了 感觉一片这边 在调度方面 有一点被动 我觉得还是阵容问题 虽然是立桑卓这个中亚已经做出来了 对 没人敢开团 对 除非说是你让蜘蛛你先溢到一个C位 对 先看能不能激活秒掉一个 但是这个塔拉斯卡是带进化的 对 然后飞机又有W 然后又有治疗 还有风云 我也不相信飞机的张位会这么不小心 会被蜘蛛溢到 所以感觉挺难的 也希望一片能赶紧找到机会 扭转一下局势 对 而且你再看一下双方AP的装备啊 泽拉斯这边的装备已经是神乎其神了 三件套大帽子 这现在已经是人间大炮了 他这个装备 对 伤害非常高 而妖姬这边都是散剑 沙漏又没有做出来 鬼叔就一件鬼叔是成装 其他都是散剑 这怎么打 这怎么打 所以我觉得一片选择不开团也是有道理 诶 这边游戏暂停了一下 不知道是哪边出了一下问题 也是应该赶快彼此都讨论一下战术 诶 那么刚才你觉得现在游戏也是进入一个僵持的阶段 你觉得要怎么样EPA这边才能打破它的这个僵局 EPA不能主动去打破 千万不要主动开团 不能主动开团 不想清楚自己的兵线 比如说他刚才上路二塔 他不守他把上路二塔放了 然后去守中路那波兵线 实际上没必要 因为那时候正好自己中路一波兵线推出来了 那波兵线可以反推回去的 然后他让中单的妖姬过去支援一下 那可能是怕那个中路的要推进高地吧 那不可能 因为自己一波兵线出来了 不可能会推进高地 所以这是他们判断失误 调度失误 你是觉得刚才应该是要在那个二塔下面强开一波 不是强开 守住把兵线清掉 守住二塔不要强开 除非对方冲塔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找到机会 但是我感觉QG这边很稳健啊 并没有这种冲塔的这种 对 起码不要让他们拔塔啊 这个太伤了 本来我是说中路拔一个塔就OK了 哇 这边皇子想强开 哇 挖住三个 哇 又是这样人家大招 继续追 蜘蛛一起来 还好不过布隆应该是在简单逃 在这个大招追回来 第三拙也是硬生倒下 这波皇子的强开非常酷炫 非常nice 纳尔还推回两个人 对 而且这飞机 现在导弹也好痛 我觉得这个皇子 每次大招都非常的 就拍得很好 就是 不是皇子很好 就是 因为之前有一次是纳尔大招很好嘛 对 然后都是泽拉斯的衔接非常好 对 泽拉斯的大招衔接打出沉盾的伤害 对 帮你们动不了的时候 对的 只能说这确实是在皇子这个英雄 对于 刚才伤害我的妈呀 简直爆表 简直爆表 这感觉有点 就是这个士气要被 对 要被打没了感觉 我只能说确实皇子这个英雄 在打团的时候太厉害了 哇继续追 一个一技能 逼出了闪现 再一个Q 好准啊 太酷炫了 我觉得这场的泽拉斯发出非常的好 这个难道是要一波 难道是要一波 门牙都可以拔掉一个 先拔下路的高地 再拔下路的水晶 马上要破两路了 真的 姐妹我想说他们拖了五十五分钟 都拖不到 只拖了十分钟 这怎么办 问题是你那边你再拖你再发育 人家也在发育啊 对 人家也仍然在更新装备 对而且这边的调度还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主要主要是你优势方你不浪的话 其实真的挺难去翻盘的我感觉 确实 你如果一直这么稳打稳扎 他真的是雪球会越滚越大 是的 而且现在是这边掌握着第四条小龙了已经 而对面是一条小龙都没有 对 而且现在 哇这四小单杀小炮啊 一个技能放空应该就不能再走了 一个Q 哇好多血 好多血看大招看大招 哇大招 一下两下 哎哎走走 哎蜘蛛来了 后一下没有放出来 这个是妖姬看错了 妖姬来了 还好妖姬来救了一命啊 吓我吓死我了 不然还是有可能 哎呦现在 哎做了一个号令之旗啊 风女这边 哇就是更加把那个推线进行到底了 对 现在这种装备好像在职业比赛里面也好 有出现 蛮火的对不对 对有出现 好像是IG是哪一场比赛 搞了一个这个也是比较亮眼 因为现在这个游戏确实真的是看谁推的 推的塔多谁又赢啊 对 哎这个真眼看不到那个假眼吗 你看这边有个假眼 可能真眼的范围没那么大是不是 那好像是一个一个卡位 好像就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bug 那个位置好像就是看不见 好现在QG要来推上路的兵线 中路的兵线有优势 然后打一波中转上的话也是可以 然后或者来打大龙 他们要打大龙 那这波兵线对于他们是很有优势 直接跳进来 开始欧打吗 开始打吗 在这边是有眼 不过打的话应该是很快能打掉的 对对面人应该不敢过来 这张卓是有传送 看会不会传送到这个眼 这边有个视野 直接过来 哇这个伤害 这边直接打人了 好蜘蛛要死 蜘蛛要死 蜘蛛要死 蜘蛛直接死脆的飞起 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小炮也交出W 团战溃不成军 兵败如山倒 他皇子这个EQ卖猛了 他卖猛了 W过来飞机 收掉小炮 那感觉EPA这边已经是节节败退了 辅助也是交出上线 感觉一波了 大招 应该是要一波了 感觉EPA这场确实 前期的战略的重心不够的明确 然后导致他们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 加上中后期的时候 对于兵线的调度不是很明智 对 这两个人中压慢萌 还差两分钟 到达我刚才说的 他们能不能够挺过15分钟 还差两分钟 太难了 前期如果现在被推 对那我们先 首先恭喜